请起 好 请坐 坐下 我们用手推杨国琪的动作 并没有要伤害他的故意 被告他是变身 他是因为不小心 才碰到被害的人 明年1月1号台湾独创的 国民法官制度就要正式上路 为了让制度更加完善 2020年开始 台湾各地方法院陆续举办了模拟法庭 他们改编真实发生过的案件 让宿民担任国民法官参与审判 一天审判费用3000元起跳 有非常多的重大的刑事案件 那法官最后的判决结果 跟人民的期待是不相符合的 这样的一个制度 无非就是想要去拉近 然后这个法官的一个判决结果 跟人民之间的一个认知的一个差距 看不惯恐龙法官吗 你自己来当落锤定生死的 关键人物 未来犯十年以上刑事重罪的 国民法官就会出动 在这一个司法资源的分配上面 发现刑事属于是重罪 才能可能实行这一个国民法官 做法台上审重罪 跟被告大眼邓小眼 会不会担心被报复 不免压力上升 压力的部分 我知道好像蛮多人会担心的 那我觉得还是要看案件的状况 或者是那个被告在现场表现的状况 可能不一定所有的 都会对我们国民法官造成威胁吧 索性现在只是模拟 但审理可都是完真的 申请传唤彭宇轩道庭作证 除了被告证人找临时演员有台词 检察官 辩护律师 全都如假包换 法庭法官总共9人 3位职业法官 6位国民法官 是从各行各业还选出来的素人 可因罚情有幸公价 另外领每天3000审理费 官民合作审判不再是梦 只是要怎样才能像这样 坐在国民法官的位置上 其实门槛没有很高 而且人人都有机会 只要你是年满23岁的国民 又在法院管辖区连续居住 4个月以上 没有法律 转业 背景 都有机会 在台湾我一辈子当不了国民法官 因为我即使不干律师 我还是承认律师 他还是不能选我 有法政军警等特殊职业背景的 没有完成基本国民教育的 想法太偏激的 很抱歉你无缘审理 那怎么知道有没有预设立场 得先填写长长问卷资料 像是你赞成废死吗 对酒驾行动有没有意见的 经过鄙视面试 再由电脑随机选出 那些表单他就是不断地 反复地在问我们说 你看到雪会不会怕 面对审案件会不会有压力 那被抽到的人 就会被带进一个房间跟法官 跟检方跟辩方 就是一起做一些讨论 我们直接模拟国民法庭 我们希望可以用刑法的第59条件性 就怕苏仁法官有听没有懂 检察官和辩护律师 得事前准备大量花俏简报 用更接地气的语言 让这些菜鸟国民法官 短时间内消化冗长艰难法条 他有正方反方 两边都会一直攻防这样子 其实听的时候 刚开始会有一点乱的感觉 到后来再看一些资料 就会比较知道 两三天法台坐下来 搞懂案件来龙去脉 但怎么判决呢 这时候会进入最终评议阶段 你可能不要再去纠结说 他有没有预见 他会死亡这件事情 未来可看不到这样的画面 能进到里头的只有三位职业法官 跟六位国民法官 全程不能录音录影 逆世讨论 要综合他有喝酒的原因 我还是偏向过失致死 每位国民法官 先表达自己的判断和理由 为什么判伤害或过失致死 但换职业法官一轮 专业的讲完 马上有国民法官跑票 我可以改成说 依照自己原来的想法 去想说 去改说他是伤害致死 不管你是才能量的见解 我们都会尊重 原本推人导致被害人死亡的案件 一开始有四位国民法官 认为应判过失杀人 两位说是伤害致死 最后通通跑票 只剩下一人维持原想法 全跟着职业法官见解走 法界质疑这会不会变相成为 只是拉国民法官来背书 不管判死 判活 判无期 都有人民跟我一起判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判决的过程里面 我就可以说 这个不是职业法官的看法而已 这是所有人的看法 最终定生死的罪责表决 则要国民法官和职业法官 三分之二多数决决定 同一票要超过六票 同时要有国民法官 和职业法官的同意才可以 但问题又来了 判决有罪的门槛来看 基本上来说 少数派只要一旦超过那门槛 那我坚持也没用 所以它就会出现一个就是说 我要操纵 万一有法官想这样做 他们的机会有 评议就是最好的机会 明年你我都可能当起国民法官 国民法官制度上路 不论公正联名能否实践 是否消灭恐龙法官骂名 光是全民参与 已经让常年为人所诟病的 司法改革大步迈出脚步